还要来看到这个聚军夜汉大S闪电结婚 他日前被爆出了新的刺青 好 时隔多日之后 大S在6号凌晨也在IG转发好友的现实动态 照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气色非常的好 而且状态还比先前露面的时候来得更加的逆龄 因此呢 也被好友调侃说 你到底多逼人啊 根本是斗着掌吧 好 除此之外 照片里头可以看得到他身穿卡其色的上衣 还露出性感的锁骨 锁骨上头有出现一个新的刺青 似乎呢 是和老公的刺青相呼应 好 另外呢 也是在演艺圈的消息 这是南韩明星夫妻党玄冰孙一真 四月份到了美国度蜜月之后 才刚刚回到南韩 现在又成为焦点了 因为根据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有人是在护政事务所募集了这对夫妻党 应该是要办理结婚登记 虽然主流媒体没有报道 但是立刻也成为网路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好 最后还要来看到 这是勾二战连千亿好多天了 尽管连千亿后续在大哥们出面调停之后道歉 但是现在衍生出了案外案 台南发生了吸毒父亲虐待小婴儿的事件 网友纷纷tag连千亿请他来主持公道 好 没有想到他突然感慨外迁 表示自己能力不足 勾二战连千亿多天 尽管连千亿后续在大哥们出面调停后道歉 但这延伸出来的案外案 你们先来说人的 连千亿你们就是在说你 刚好就好了 刚好就好了 你敢听我的意思吗 不要在那里不对 做到一期白又在那里 整天在那里制造社会 一些困惑你们 制造才会每天 一些你们那里小的评论 你是在 你是在做什么 社会不是你在笑的 社会不是你在笑的 接连狱炮火 让连千亿蜡烛烛两头烧 日前直播强调自己热心做公益 一年就慷慨捐款千万 脸书上吸引一对粉丝私讯他 希望他可以帮忙处理台南虐阴案 对此连千亿发文表示 多位网友私讯我 标注我请我帮忙 在上个月 我受到了被欺凌的乡名两件请托 出钱出力的把加害者找出来 再请当地警方长官强势作为 替乡名讨回公道 我做的寻法道举谁记得 过眼云烟 我不再急功耗益 做好我的生意跟公益就好 谢谢 但随后又在留言处贴上 自己到爆料公社的留言 请网友找勾二跟水果王 嘿 没想到凤梨也在脸书回应 请热心的网友别再私讯 碎干追够爸爸种 榴莲芒果 世嘉荔枝莲物西瓜香蕉 凤梨王应该并非指我 请各位不要随便意测 最后还搞笑回复 阿美意外的话水果王应该是榴莲啦 让一票网友笑翻直说 这两个人的段子可以上综艺节目啦 水神抗菌液呢 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呢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营的推荐代码CTI 我发发好可以有折扣哦 好 好 好